桃園永豐雲豹在上半季遭遇低潮 苦吞一波聯盟最常記錄的十連敗 直到上個週末跟台中太陽的比賽中 才終於靠著兩位洋將 霍華德跟艾夫伯的發揮 拿下睽違兩個多月的首場勝利 儘管球隊狀況不佳 但球隊總經理同時也是執行長的張建偉 卻始終沒有放棄相信球隊 這是個過程 其實強如提湖隊 也會十連敗 其實籃球沒有什麼的不可能 但是我希望能夠打造出他們的心態 是今天輸一場 今天輸五場 今天輸十場 明天還是重新開始 那個心態永遠歸零學習 浩爾這次重新調整到一個最佳狀況 然後也讓我們的球員看到 強如浩爾都這麼自律 這麼希望重新負債 那我們應該要幫他一把 球團不只相信球員 也給隊上職員全力的支持 最佳證明就是近期更換了全新辦公室 讓隊職員在工作上無後顧之憂 辦公室空間寬敞明朗 會議室則以球員休息室的意向作為設計理念 而且到處都可以看到雲豹的周邊商品 這點球團也是別有用心 同仁在忙的過程當中其實並不知道我們其實在產品輸出上面有做了這麼多的品項 我們做這些事情是要讓他們自己知道其實他們一路的努力的點點滴滴就是催化出這些東西 也是特別想要做一個這個demo room的那種感覺 然後包含以後未來所有的不同的公司來這裡跟我們相談的時候也可以藉由這些產品看到我們的一個點點滴滴這樣子 同仁來到這裡就是異常的興奮啊 雖然目前雲豹還是以兩勝十一敗的戰績排在聯盟墊底 距離季後賽目標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但是球團並不因此而灰心喪氣 透過煥然一新的辦公室 希望球隊在止住連敗之後也能打出新氣象 YT台 楊文宜 陳慧華 採訪報導